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琼殿 大家好,欢迎来到琼殿,我是琼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解说 不知不觉到了周末,大家可以偷个小懒 我还要努力更新 今天我们要分享三部科幻短片 灰尘、避风港、永恒公传以及超光 某些故事还是颇有生意的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吧 灰尘、避风港 大西安的火山喷发形成了火山会 使得爱欧兰北部 吓起了厚厚的灰色尘埃 异常的大气压加上喷发 使得灰尘散开的速度非常的慢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还没什么 主要是因为灰尘中似乎携带着某种可怕的病毒 一旦被感染几乎必死无疑 所以大家纷纷躲在了家里 我们的主角是一名小男孩 他看着新闻中的报道询问妈妈 我们现在哪里去不了吗 对于孩童来说 这个年纪显然是希望出去玩的 可现在外界一片灰闷闷 出去非常的危险 在科学家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前 躲在家里才最为靠谱 就在此时 妈妈的手机响了 原来是医院那边打来电话 让她回去加班 虽然今天是她休假的第二天 可此时的医院早就瞒不过来了 对方也知道 这位当亲妈妈需要钱 小男主一脸的不高兴 他不仅仅是希望妈妈陪自己 更希望妈妈能够待在安全的环境下 主要是现在外界已经有很多人 因为灰尘中的疾病 感染变得可怕异常 可生活总是要继续 妈妈还没有真的意识到 事态的严重性 她让儿子要远离厨房 不该碰的东西 不要去碰 然后她戴上了面罩出门了 对门还一位年轻的妈妈 不过此时可不是打招呼的时候 小男孩赶紧关上了门 不过妈妈也担心儿子出事 所以拜托邻居的老奶奶过来照看医院 她过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关掉电视 不是她不想看 而是她也担心孩子看多了会被吓到 正好此时的电视主持了口吐黑色物质 显然外界的情况非常的糟糕 但我想说如果灰尘中的物质真的会感染 那在公寓内的人显然也安全不到哪里去 果不其呢很快就证实了这一点 原本小男主拿了点饼干给老奶奶 她一边吃一边说话 嘴边也有黑色的物质流出 小男孩赶紧打了求救电话 电话那头只是让她远离病狼 那种黑色蜂蜜物非常的危险 可还没有等说完电话就挂了 而邻居老奶奶也变得恐怖异常 准备袭击小男主 小男主只能关上了门 原本她打算开门逃走 可门口站着隔壁女邻居 她转过来将小男主给吓坏 显然对方也感染了 无奈之下 她只能躲在了小哥间内 此时外面的手机响起 可电话在老奶奶的脚边 钥匙过去那不得凉凉 聪明的她用闹钟吸引了对方的注意力 拿到了手机 糟糕的是小男主接起电话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旁边有黑色物质 等发现的时候 虽然赶紧洗掉可无意思以往 妈妈虽然最终赶了回来 让小男主开门 但小男主走到门口的时候 也吐出了黑色物质 她知道自己最终会变成怪物 终究她没有开门 灰蒙蒙的天 灰蒙蒙的地 感染无处不在 可小男孩最终还是没能逃过 这终究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对于小男孩来说 妈妈是她的避风感 这时候真的没必要为了钱再跑出去 让孩子一直被恐惧所笼罩 真的挺难受的 第二个故事 永恒公众 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 在遥远的未来 无数的人生活在地球的轨道上 他们有自己的飞船 人们经常需要站在外面捕捉太空中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然后带回飞船内部 而这些东西就是他们的能量源泉 今天男主拿着外眼镜盯着一艘飞来的飞船 眼前的女孩让他带立当场 等男主带回在太空中捕捞的东西 父母和爷爷都很开心 虽然从外面看这是飞船 但从内部看就是一个小家 然后他们将外面捕捞的东西丢到了一个池子内 经过机器的转换居然变成了熟悟 这脑洞也是牛皮 但这毕竟是一个虚构的世界 什么都可能实现 不过此时的男主可没有什么心事去盯着吃的 他满脑子都是那位美丽的姑娘 当然轮我无聊一下 这个妹子是不是有胡须 还是说我看错了 妈妈发现 儿子今天有点不对劲拍了一下 男主说我没事 但爷爷插话表示 这小子肯定是情窦初开 爸爸关心的是 那个女孩身材好不 是不是很漂亮 只有妈妈说 你应该学我吗 老老实实安安稳稳的生活 可这样的生活 男主显然不喜欢 他说我不想再过你们这样的生活了 我感觉这句话我当初也说过 其实很正常 每个人都想要追求这样的生活 不是说父母的生活就不好 而是父母更希望你能够安稳点 可那个他喜欢的女孩 和他们的轨道是相反的 一天他们只能见到一次 就在此时 飞船内的重力系统出现问题 他们都漂浮得起来 如果不是生活在地球的轨道 或许一切都很简单 但生活在这里 他们的轨迹不同 真的很难生活在一起 就像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童话故事中 那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 真的别多想 那都是惊悚篇 这次男主又见到了女孩 她站在了飞船上 然后向她这边 丢了个东西过来 不过在太空中 这种冲击力可不小 男主没有接到 这就很尴尬 这应该是姑娘想要传递什么讯息 男主非常的失落 不过这东西其实被妈妈给捡到了 妈妈看了里面的内容 里面是其中一个人跳跃过来 另外一个人接触对方 妈妈为了不让儿子难过 直接将东西丢到了转换池内 吃掉就什么也没有了 可男主不知道这件事 父亲和爷爷在安慰他 不过爷爷这个人有点神 看出了妈妈在隐瞒什么 他说这个表情叫做 失常儿子的东西 最后妈妈不得不说出真相 原来他确实捡到了丢过来的东西 都是为了儿子不难过 男主找到了仅存的东西 拼凑在一起 他说那个姑娘想让我跳过去 但真的是这样吗 男主甚至破坏了非常的重力系统 只想逃离父母的控制 可糟糕的是 那张铁皮上的图 不是让男主跳 而是女孩跳 他接着 因为少了一小块 他会错意 所以两个人都没有固定绳索 就讲他们虽然抱在了一起 感受那短暂的几十秒 可最终 两个人都往地球的方向快速下坠 这种飞而扑火真的值得吗 但换个角度去想 如果没有父母的过多干预 放孩子自己去走 其实并不会害了男主 如果男主不是会错意 或许现在他们早就过着美好的生活了 孩子追求他想要的 父母能做的就建议和祝福 过多的干预 带来的不一定会是好结果 接着我们来说说第三个故事 超光 这个故事也有点神叨叨的 影片开场一名女性宇航员 在休眠舱中显然 当他发现自己身处于位置的太空 脸色巨变 他赶忙 让电脑检索自己附近 是否还有幸存者 此时他所取的位置 是星球Q465B 轨道附近 而同伴在他的不远处 但情况不容乐观 女主只能冒险 让电脑控制休眠舱 喷射到同伴的附近 然后将其固定 而飞船竟然就在不远处 虽然整个过程都很危险 但只能说他们的运气很好 可同伴现在还生死未博 女主更不清楚 自己为何被弹射到外面去 回到飞船内部 女主赶紧将同伴放在了医疗设备上 但电脑显示 同伴似乎根本没有生命特征 可女主能够感觉到同伴还活着 医疗设备也并没有损坏 这是什么情况 他们被弹射出去的原因 电脑也根本不知道 因为数据库中 没有这项操作 然后他让电脑检测下 床上有几个人 电脑说你和菲利普是床上仅有的人 但女主寻望 监测下37度左右的乐园 竟然有三个 所以女主拿着枪准备去看看 但门打开后 女主看到了目瞪口袋的目 同伴菲利普竟然还活着 准确的说 这是另外一个菲利普 之前那个还躺在那边 这是什么情况 而这个还活着的菲利普说 你不是之前执行任务的时候 发生意外死在外面吗 所以他发生了求救信号 当他们寻望电脑此时的具体时间 电脑说是2103年3月22日 这时间不对啊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先将故事说完 也因为同样一个人出现在同一个时空 所以另外一个人就没有生命 等于说你不能遇到你自己 我怎么感觉和穿越电影都相悖了 可为了让同伴活过来 女主必须清理掉这个菲利普 因为躺在那边的菲利普 才是自己真正的同伴 而女主也是这样做的 她在菲利普拿东西的时候 关闭了窗门 然后将她躺射出去 在这个太空没有任何防护 躺出去必死无疑 然后另外一个菲利普醒来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似乎一切都不曾改变 一艘飞船两个人 那为什么会这样 以下是官方的一些资料和我的猜想 当然不一定正确 大家看看就好 首先 他们所处的时间是2103年 而地球在2074年的时候 发明了超越光速的超光核心 这能大大的增加他们的速度 在2075年他们收到了行线Q46B的求救信号 探索飞船在2084年12月建立完成 女主和菲利普执行这次的任务 旅途预计的时间也不短 但因为他们本身是以超越光树行驶的 理论上他们的时间应该是向后倒退 当然这本身是一种理论 如果理论成立 那地收飞船发生意外的时候 发出求救信号超光树也停留下来 已经在正常的时间内 然后地球这边收到了 第二艘飞船也还在正常的时间 直到启动后才是超光树 最后在这个地方遇到了地收飞船的人 有点像我用超光树追上了未来的自己 但同一个时空是不允许同时存在的 另外一艘飞船莫名的炸狼 这也是为什么女主醒来不是在船内 而是在太空中 此时只有一艘飞船 唯独菲利普重叠了 最后女主杀死了未来的菲利普 让自己的同伴活了过来 这样另外一个似乎都一直不曾有 当然本身这个短片有点难以理解 更多的也只是猜想而已 如果不对的话 你们也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 如果你都看到这里了 不给个三年是不是很残忍 这样的话我真的会裂开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